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人追忆的故国其实并不是政治或者地理概念 而是文化概念 中国古代的政治版图变化很剧烈 边疆忽大忽小 古人的地理活动范围又窄 所追忆的故国江山到底是哪一片 自己见过没有 较真几台也没准 而追忆中的故国不是地理的国土 而是文化范畴里的中国 另外 虽然王朝武断更替 而中华文化却是连续的 所以还可以说 文人们追忆的是同一个文化中国 有句话叫国家不幸施家幸 是说国家的离乱特别容易激发强烈的情感 写出有力的文字来 于信就是一个亲身经历了这种离乱的人 也就有了哀疆难复续的沉痛和哀伤 前半生的于信可以说过得相当幸福 他生活在南朝的第三个朝代梁朝 梁朝502年立国 557年覆灭 虽然存续的时间短 却是一个相当辉煌的时期 尤其在文化创作力上是很强的 梁武帝萧衍在位的47年里 国内没有爆发战争 养成了繁荣安逸的时代气质 于信就是这样时代里的宫廷贵族文人 他和他的父亲都是有名的文学家 都在太子的东宫做官 这对文官父子也都受到了皇帝父子的宠爱 享受着随意出入宫门的待遇 梁武帝的长子萧统完成了一件文学史上的大事业 他主持编辑的文选收录了从周代到六朝的文章 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 建立了古代文学的基础系统 当时于信父子和文学家徐灵父子的文体 被称为是徐于体 是文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于信更是南北朝公认的文学明星 只要他有新的诗文出手 就立刻会在京城四处传抄 今天我们对于信那种文体的评价比较负面 说他辞早艳丽造作 写的也都是浮靡的宫廷生活 但是还原到时代里看 他有自身的逻辑 这是梁朝皇家的两代人在四十年的和平里培养出的一种贵族范 宫廷文学的感情必须和宫廷生活一致 需要克制含蓄 不能奔放狂热 也不能是陶渊明那种自由自在 他的前词造句必须有严格的规矩 内涵要通过隐喻和典故来曲折地传达 这些历史和文学背景对我们后面的内容很重要 可惜 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梁朝的崩溃是突然到来的 548年 被梁武帝收容的北方大将侯景突然叛乱 迅速攻陷了首都建康 把梁武帝饿死在了台城 这个走在中兴中原道路上的梁朝 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 身为大臣的于信也有责任 他在奉命守城时 叛军刚到 他就带队逃跑了 继位的梁元帝又派他去北方求救 谁知刚到长安 梁元帝就被西魏的军队所杀 于是于信留在了北方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江南 其实经历了突然变故的于信 后半生过的也不差 42岁起他积留北方 69岁去世 这27年的生活也很富贵 官甚至比南方还大 但他心里很苦的 一直处于伤感和悔恨之中 在那场战乱里 他自己也失去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此时的诗文要比在南方时陈玉肃穆的多 杜甫非常推崇后半生的于信 从文学到经历都有很深的同情 他有一句诗说 于信平生最萧瑟 穆年师父动江关 在于信震惊天下的师父里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哀江南赴 这一讲 我给你讲他的序言 这篇文章里于信回顾了自己在战乱里的建文 在那血腥的几个月里 他和皇帝父子和众多的梁朝臣民一起困在围城里 经历了突如其来的恐怖涂炭 他说自己虽然是奉命初始 不过是窜身荒谷 华阳奔命 意思是非常的狼狈 宫廷文人于信确实是不英勇 但他也不掩饰富旧感和羞耻感 他念及故国的疼痛正是从这里来的 于信早期的文字已倾心著称 但这时候的那代情感已经转化成了悲怆苍凉 我们今天读这篇文章 最大的障碍是几乎每半句话都会运用一个典故 比如 三日哭于都庭 三年求于别管 腹泻之淡杯身世 无处求生 原安之美念王室 自然流涕 这几句话 第一句说的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将领罗宪 在都庭为西蜀的灭亡痛哭了三天 这里比喻他自己对梁朝的哀悼 第二句的典故是春秋时 晋国曾扣押鲁国大夫书村昭子 这是比喻他自己滞留北方的经历 第三句说的是东汉的腹泻 为国守城而死 这是对比自己的怯懦 第四句是说东汉的大臣原安 因为外戚专权 一提起国事就痛哭流涕 这也是他不堪回首的心情 总之呢 幸好是咱们现在有了搜索隐情 否则不知道典故出处和于信的经历 我们根本看不懂他这篇文章在说什么 你也许觉得这么写文章太做作了 都已经国破家亡了 你还在这穷拽什么呢 当年胡适写文学改良厨艺的时候 也批判文言文的一大弊病 就是用点太多 其实于信这样密集铺排的用点 在当时就已经不是诗文的主流了 但是我在一开头就告诉你 他是一个宫廷文学家 这种写法是他融化在性格里 固定在文体中的贵族范儿 从深层次来说 他要继续使用这种文体 也是对南朝的一种思念 那是萧梁宫廷留给他的唯一东西了 也是梁朝文化里的一个文学结晶 于信此时的心态是痛苦自卑的 而文字的完美是一种惯性 并不妨碍情感的真挚 比如后面有这么一段 就算我们不知道每句话 都暗藏着一个典故 也能感受到他的哀伤 我为你读一下原文 日暮图远 人间何事 将军一去 大树飘零 壮世不还 寒风萧瑟 将军一去 大树飘零 这写得多漂亮 他的出处是东汉开国大将冯义 冯义功勋捉住 而在诸将争功的时候 他就躲在树下 所以号称大树将军 后面的壮世不还 寒风萧瑟 你应该听出来了 说的是荆轲 于信写这两句 也是忏悔自己 既比不了良将 又不敢做壮世 他在文章里不断地追问 孙策以一缕人马 就能奠定基业 向羽用八千子弟 宰割天下 南朝的百万军马 怎么就像草木一样 被摧折了呢 他悲叹天意和人事 真是让人七创伤怀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 IT行业的术语的词源 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个迭代 它也是一个古代词汇 于信的文学手法 是用历史典故 来拼贴个人的具体情感 于信用点的文学手法 要是细分析的话 也暗藏着创新 它是用这些历史典故 来拼贴个人的具体情感 六朝遍体文夫的文字形式 是非常成熟的 但问题在于容易图有其表 只要足够熟练之后 前一句写出来 后一句就自动跟上 殷杰和词早 虽然公文对账 但两句话的意思 典故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和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差不多 但于信使用典故的方式 则更像拼图 每一块都不一样 它是从每个历史人物的事件里 截取一个侧面 组合成了自己的情感体验 读这篇《哀江南复序》的时候 我们也能感觉到 于信追忆的故国 有的来自亲历 但更多的是在阅读 和想象中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文化中的山河 和历史上的人物 这正是文化情感的意义所在 它是可以用文化手段创造出来 在由群体互相学习 保存下去的情感模式 最后留个小作业 《故国之思》这个情感主题 最能打动你的是哪些诗文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它打动的 欢迎你在留言区 和大家一起分享 下一讲 我们从韩语的一篇记文里 来读懂血脉对于中国人的意义